整个中国大陆传出就是开始限电嘛 就是整个限电的关系 所以导致于一些设厂在那个大陆那边的一些PCB的整个厂 就会很明显的直接的就是受到一些冲击 它可能要去降载 或者是说要暂时性的去做停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是有可能会就是持续到他们的11年假之后的一个的一个情形 所以其实影响的时间不算短 那今天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 其实很多的PCB的股票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就是5到7%的一个跌幅 那有些ABF载版的股票也是就是有出现大概2到3%的一个跌幅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这些所谓的PCB的股票来说 如果在高档这边它出现了就是像这样子一个转弱的现象的话 其实这边就要去留意说 这个跳空缺口空方的跳空缺口什么时候回补之下 毕竟高档有出量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股票当中 它要先回补完之后才有可能慢慢的去做转强 否则目前来讲短线上都是属于偏弱势的一个标的 那像台光电也是一样直接就反转K棒就下来了 所以其实当这些的空方缺口没有回补之前的话 这些的PCB的股票都要用比较谨慎的一个就是比较小心的一个态度去看待 因为毕竟短线上偏弱 所以其实如果说在之前有去做一个操作的人来说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暂时性的就是先退出观望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毕竟它短线是有被破坏的一个情形 趋势有被破坏 那在整个伤害还没有就是很明显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评估跟考量